好 到底雙方讲了多少的时间呢 到底是谁超时呢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公共广播电台 PBS的一个记者 他根据录音档他做了一份统计 双方到底讲了多少时间呢 Blinker开场白讲了2分27秒 然后呢苏立文讲了2分17秒 两个人都在2分多钟的 这个范围里头 但杨洁篪呢一开场 他一口气讲了16分钟 14秒 甚至一度不让翻译员翻译 他还觉得说 这需要翻吗 翻译员当然后来还是翻了 只是当下他还想说 哇讲了16分钟 翻译员一共翻译了3分26秒 随后王毅 中方外交部长又讲了4分09秒 等于是中方两个人的发言 就直接超过了半个小时了 一开场是否先给美方下马威 把我们想说的话 一口气跟你说清楚呢 今天呢这个杨洁篪也强硬的回呛 美国就是没有资格 居高临下的跟中国说话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教授来分析了 从这个美中会谈如此的火爆当中 淡江大学的战略研究所副教授 黄介正解读 他说呢透过媒体采访的镜头 也向全世界宣告不退让的立场 中方也藉由这个机会呢 表达跟美国平起平坐的大国地位 电视直播所以传到所有人的这个眼前 那么我相信这个火爆 应该是蓄积已久的 因为过去四年在川普的这个治理之下 美中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那么拜登总统上来了以后 这个拜登团队有一点这个等于承接了前任 不良好的关系 那么中国大陆借这个机会出一口恶气 在这个媒体在场的时候 把这个憋屈了四年多的这个话 一次把它讲完讲清楚 那么另外一方面也透过这个 在正式会谈前的这种媒体采访的 这一段时间之内 向全世界展现它跟美国不退让 同时平起平坐的这种大国地位 我觉得借由这个机会 最主要的是美中双方都把 比较困难的地方 透过媒体呈现在世人面前 那么这是一个比较值得大家继续观察的一个点 今天临时的这一场全球大事业 我们跟大家来分析 美中在会面之后 接下来的美中关系 拜登时代的美中台关系 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刚才我们听到了双方火爆的互相 但是话说回来 你们要知道 这一次美中的会谈 双方其实都是释出了非常大的诚意 在中国大陆这一边派出了杨洁篪 还有外长王毅 特别飞到了美国阿拉斯加 来进行双边会谈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的是 淡江大学的战略研究所副教授 黄介正来帮我们做解读 美中之间先礼后兵 可是这个两墙之间 让大家很印象的是战略分析 也呈现在镜头前 黄介正也质疑说 这会不会是事前就已经规划好 有剧本的呢 拜登上任之后 为了要围堵中国大陆 现在呢也积极的拉拢他的盟邦 包括了日本 包括了韩国 那么国务卿布林肯跟大陆外交高层 美中关系的开场 究竟还有什么些小端倪我们应该要知道的呢 我们来听教授分析 双方见面的次数变得很少很少 那么这一次又是中国大陆一尊就驾 到美国的本土去进行双边的会谈 相较于美国对日本跟对南韩来讲 中国大陆以它自己的角度和世界地位 当然会觉得美国有差别待遇 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 在这次会谈当中 我觉得显现了美中之间 这个非常深刻的战略互移 双方两国之间的这种疑虑非常的大 在这一次完全完整的呈现在 这个世人的面前 当然我觉得双方事前幕僚 应该在这些主谈的人 到达阿拉斯加以前 双方就已经有做过一些幕僚磋商 那么对于发言的时间 双方应该原来也有一些原则性的规范 那么但是后来因为 中国大陆的外事委主任杨洁篪 讲了比较长 而且在把他的中文翻成英文以前 美国方面还态度比较轻松 可是等到翻译完了以后 我可以看到每一个美方的官员的脸色 以及肢体动作 那么显然是事前商议的这个开场 给媒体拍摄的那个传统的 这个先礼后兵的这个 就被双方都抛在后面 所以就等于是事前没有 我个人认为是事前没有规划 但是事后就演成了一个 这个直接互呛互杠的这个局面 美中会谈落幕 我们说呢 来没有发表联合声明哦 那到底会议结束之后 双方是怎么样来看待 美中这个被大家形容是 火爆互呛火药味浓厚的一场 长达一个小时的闭门前的这个媒体见面会 白宫顾问直接说了 这场讨论呢是艰难直率 2018年其实当时的川习会 虽然说坐下来吃饭坐下来谈 但其实谈完之后 双方美中也是没有发表共同声明 那没有发表共同声明什么意思呢 就是各自表述 重申各自的底线 这个白宫的国安国文苏立文就表示 我们事先预期在广泛议题上 会有艰难直率的讨论 这是也是我们所预见的 那么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也告诉中国官媒 这一场讨论呢 是有建设性而且有益的 当然我们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分歧 双方呢各自发表了他们的看法 而在拜登政府刚上任之际 赤裸裸的在镜头前面 我们都看到了美国的立场 中方的立场 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再度的紧张 同时呢我们来看一下杨洁篪他发表的声明稿 提到了执政地位制度安全是不可碰触的红线 其实在上个礼拜真心话大冒险当中呢 黄介正教授已经预期了 这场会面呢应该不会有任何事情 可以得到真的完整的解决 但双方就是把底线跟红线 好点出来画出来 告诉你这些不可碰触 的确我们看到了是这个样子 好另外呢我们就来视讯黄介正教授 未来到底双边美中关系是负面大于正面吗 现在他形容美中像是两头大象在打架 那台湾应该要在什么样的位置呢 我们来听听教授分析 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的是闭门以后 他们谈了什么 因为如果说是如果闭门以后 所有讲的话还有彼此针锋相对 还是跟有媒体拍摄的时候一样的话 那么我相信以这四位等于是外交经验 非常丰富的老将在面对面的时候 他们应该会牢记 就是说如果是存位吵架 纯粹是要谈在媒体面前的 这几个态度跟议题的话 那么双方根本就不需要 飞到阿拉斯加去见面 那么所以我相信在闭门会里面 会比较缓和一些 而且所有的外交会面不可能空手而回 那么各自对自己的领导人 还是要有所交代的 所以我认为在闭门会中间 双方还是会针对可以谈的议题 什么时候谈 由谁来谈 以及双方领导人 是不是要有视讯会议 或者是实体见面 未来这几个月 到今年年底以前 机会还是蛮多的 所以我相信他们应该都有触及 那么最坏的情况就是 如果双方真的很不愉快 那么可能 因为他们的成绩都很高 中间也没有其他的缓冲了 如果双边关系要改善的话 很可能领导人还得再度通话 那么回过头来 我们最后呢 今天我们请淡江大学的 战研所教授黄介正 来帮我们分析这场美中会谈 看到了些什么 在正式实质会谈前的这个 媒体拍摄的这一个阶段 所以我们现在会把自己分析的焦点 指定在那个我们有看到的部分 那么我相信 即使是这一个片段 我们也可以预测 就是美中关系 因为这次的会面 很可能大家都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沉淀一下 或者是再重新调教一下彼此的立场跟说法 那么对于未来美中关系的发展 目前看起来是负面大于正面 那对于台湾来讲的话 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 千万不要以这个美中双方就台湾问题交锋 而感到窒息 而是台湾应该要注意到 在这个两头大象要打架之前 我们要尽量的离开这个战场 我们要尽量的放递姿态 我们不要强出头 或者是要想要在这个美中 这个极度没有互信的情况之下 对局的时候 我们要强出风头 这些都是不明智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